你收看的頻道是 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才轉個山女 空落的水缸 這裡不歡迎你 竟裝滿清水 是山神體恤我家孩子身邊 特別眷顧我嗎 嗯 嗯 先走這邊 噢 你這傢伙 哼 順神 美白 來 呵呵呵 現在自己是 自己是吃太多 拉肚子的 屁邪香狼 屁邪香狼 喔 有了 OK 文 好 看這邊是到底了 欸 他剛剛丟什麼東西 好喔 神靈之一家 異鬼 舉出出春 春的盧斯丹 你哈 哎 明明是這麼好的孩子 卻得一個人在上上生活 佳合叔 為了事放心 文靈靠自己一定要回春的 神物諾桑 唉 比鍾先生的意思可勾著 化血聲 好 剛才這邊有人走 欸 是這一條嗎 我剛剛 欸 可疑線索達成綠 我剛剛是看到他走這邊啊 我演唱看錯了嗎 欸 就卡著 是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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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貝 阿娘 你們怎麼在這裡 聽聞你回村 我們就趕緊出門來找你 但是我急 小貝比我更急 你看他 你再不和他說話 他都要急哭了 哥哥 我好想你 你好久好久沒有下山了 因為哥哥在山上很忙很忙 有很多事情要做啊 要幫忙打獵 還要保護村子 看看有沒有壞人 要進村欺負小貝啊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說 哥哥會給村女帶來災難 不准哥哥下山 貝貝 他們開玩笑的 哥哥是自己想要留在山上 保護大家的 哥哥 那你答應給小貝的小熊呢 哥哥已經做好了 只是這回下山匆忙 忘記帶在身上 哥哥騙人 嗯 抱歉啊小貝 哥哥下回一定帶給你 真的 那哥哥身為小貝去看師爺之禮 阿娘 村裡有了新生兒 是玉英家的孩子 村子好些日子沒有喜訊了 大家都很高興 哥哥哥 哥哥 哥哥還要忙著抓壞人 等抓著了 哥哥再來陪你好嗎 好吧 哥哥說話要散話 說謊的是小豬 嗯 說謊的是小豬 吼 抱歉啊小貝 哥哥雖然也很想去看看市約之禮 但此事是不備許可的 只能讓你失望 好靠北喔 超靠北的 這麼多年來的示威之力 我一次都沒很喬叨 但聽說大家說不著 我們先調查完線索再說吧 暈才65%而已 結束搜索 所以這邊組一些劇情 好我們先待會就過來 那我們先把 先找晚莎的 欸這裡這裡 找到了 晚莎的 我們先把那個 搜索率打成百分之百吧 嗯 我一直卡著 這個視角實在是很差 欸 這邊有東西 得淋浴 出門 出門 65% 他這麼一式 欸阿伯 你怎麼在這阿伯 嗯...才65% 是不是才...誒誒誒 可能會卡住誒 大樹房應該沒東西了吧 好 剛才那個沒錄到 就是這邊要往上看然後才會看到 哇這個遊戲 而不是觸發那個劇情點就好了誒 天啊 好啦我們走主持劇情吧 誒不過剛剛遊戲自動存檔的應該是可以 呃不用存檔吧 OK好那我們直接到這邊結束好了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到我頻道 主要放下的圖片按個訂閱歡迎歡迎到我粉絲按讚 也歡迎把訂閱按鈕給打開 小鈴鐺通知也記得打開 這樣才隨時看到我更新最新的影片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掰掰